請客人 走 請客 各位學員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沒什麼情形 在學校了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比較差不多 一般來說 第3 精神很好 笑 微微 等待會兒回去 有難過嗎 有嗎 有嗎 有 那都唯心之論 太不難過 我沒講過 我只住在這裡 睡在這裡 我就很難過 不難過 要這最難過 更難過 我跟你講 尤其長 來 我們繼續上我們的課 我相信 你們想這個口以後 你對台灣有一個新的關聯 對什麼叫做法律 什麼叫做國際法 你有完全新的膝蓋 會完全變成新的 現在是全世界都一樣 這個世界越來越進步 美國在全世界都站頭 他站頭的原音訊是 他不管是軍事武力 經濟武力 經濟武力 全世界都站在最前面 最前面 我跟他說 全世界 所有這些國家加加起來 會賣的武力 要跟這個美國一個國家 內斂 要再插槍 像中國就好 中國他的武力 和美國的武力 加起來差多少 差五十年 你有的人不一定說 說那有利 我說一個親切的禮給你聽 中國一隻 航空無鑑 多少錢買 兩千萬美金 有貴嗎 很貴 有幾隻 一隻 美国的現主席的航空無鑑 有幾隻 十一隻 還有三隻 還在做 他美國的航空無鑑 一隻多少錢 九十五十九億 五十九億美金 中國一隻 兩千萬美金 說一句比較難聽 我們這些人 狡狡的 來搶兩千萬美金 不然我們沒辦法搶到 這樣他要跟美國拼 所以他都發痛的 發送的 對台灣想要用武力來改革 我告訴你絕對不可能 其實中國他也很清楚 每一次 中國的國防部部長 還是什麼參謀中長 美國都要請他們去看 那以前你會記得 我們 很小的時候 國民黨 如果什麼軍事基地 都不可以去看 不可以協商有沒有 美國對中國 有說不可以協商 沒有 為什麼不可以協商 你就是 不可以協商 由於鐵頂的空中 那個圍巾 把你協商 協商清清楚楚 你知道那個 高候夫球 多大顆 這麼大顆 那個高候夫球 放在肚子 來協商 協商清清楚楚 看布袋 清清楚楚 很簡單 你看那個 Cougal Earth 就是那個電腦 Cougal Earth 是一個 谷歌的地道 他全世界 他那是 定義是商業在用的 這個協商 和你們家的觸定是什麼色 就看到 普通也看到 你在國際你都看到 說你們家的觸定是什麼色 像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後邊這個基調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匯罐的後邊 有一個基調 我們創一個高候夫球 不是高候夫球 那個 自生機場 在鐵頂來看 很清楚 所以 有什麼秘密 沒有秘密 所以會建徵沒有 不會建徵 絕對不會建徵 如果建徵 你胡錦濤發動建徵 文家寶發動建徵 美國的軍 這個中國的軍方 發動建徵 建徵 很簡單啊 將你的頭給你打 你看看那個 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 的那個 中國的大賽館 三個中國人 要打死 那怎麼打 你知道嗎 他是 這三個中國人 美國的政府 空中衛星 這三個人 進去 在一個辦公室 他的肥斷 從他門進去 十幾個 中國人 不要打死 這三個 為什麼打死 這三個 他們這三個 是 他們這三個 將美國的軍事機密 套路 拿去給中國 所以美國 決定要打死 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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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是怎樣 中國發動學生 抗爭 我記得 那時候我還在中國辦學校 我一間台 接著通理 中央 管工廳 叫那些學生 都要去市委 上頭的時候 喔 學生 市委 發得很大聲 去包圍 美國的大賽館怎麼說 好 你來包圍沒關係 把中國的高幹 的主題說 什麼人 如果把我打死 這四人 還可以 還可以去美國 假承工 走到沒辦法 假承工 假承工 不能去美國 最難去學生 你以為 他不會讓你去美國 你看看 美國 剛才跟你這樣說 這表示什麼 中國 那些高幹子弟 一百個 不是九十九個 是一百個一百個 主題 都在美國 那這樣中國 還不敢打美國 打死人家嗎 不可能嘛 所以我跟你說 中國只是在法庁 而且他的高幹 在鄉修 這樣而已 現主席的世界就是這樣 飯堂的是我們台灣人 中國國民黨 自一九十五年 在台灣一後 開始騙台灣人 是會說起來 我們台灣人要自己負責任 因為台灣剛才開始的時候 八月十五 日本天皇宣佈公建宿 給你看看 為什麼日本天皇宣佈建宿 怎麼也不想日本建戶宣佈建宿 因為什麼 那時候 所謂的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 就是什麼 就是天皇嘛 所以天皇 宣佈天皇 要 要結束嘛 要記得齁 我早有告訴他 中華民國 有宣佈嗎 在法律上面來說 沒有宣佈 一九十五年十二月初九 他是由林申 那時候中華民國的主席 叫做林申 林申法部宣佈 不是蔣介石喔 蔣介石那時候是行政院院長而已而已喔 那就被騙了 所以日本沒有回應 因為 對方選前 這邊沒有選前 這邊選前 就已經算是建建開始 照著你來說 如果正常的國家 兩個國家 候上選前的時候 這兩個國家 打開了 選佈的一季 為準 是要說選佈的一季為準 因為建政以後 上建牙上建書 都沒有人知道 建牙的 有主席去 摘對方的土地 我現在問題來了 蔣介石裡面說什麼 他沒有說什麼人打贏 什麼人打輸 他不用打贏或者打輸 Win或Lose 他沒有這樣說 他說Conquer 征服者 者 政學者 因為一個國家的政學者 這個國家他打贏 他的領導者就是什麼人 總統 不然就是什麼 天皇 所以 政學者是什麼人 美國如果做政學者的時候 他的征服者是什麼人 就是總統 所以總統有占領權 所以這是 完全沒有一樣的概念 所以我相信 我們現主是中華民國的 法學院在討論的 不講得這麼清楚 只知道說 建牙建書 美國建牙 其實如果說美國建牙 這都靈魂 應該說 美國那時候總統 是 杜魯門 杜魯門這名 同時杜魯門 有 占領的權利 他的權利 因為他的國家建牙 所以他有權利 占領這個意志 就是杜魯門 如果說怎麼樣 就是要怎麼進行 所以 這就是在裡面 建政的最重要的一點 因為 最近 我有看到一個事情 就是 我們在跟他們說 台灣驚立 也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簽領的土地 有的人說 我就沒看到美軍了 所以我在這個 組織給國際解釋 什麼也叫做簽領 其實 我認為說 如果收益做一個圍 叫做說 是美國總統是簽領台灣 你不能跟他說 我沒有看到美國總統吧 現在美國總統 你有看過嗎 有 有 都沒有反應 怎麼沒有看到美國總統 那不是 你看看 倒邊 那張 那張他送來 那張是怎麼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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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2010年的9月8號 送我們那張到 送我們到的時候 我會跟你說話 你拿回去給秘書人看 他就知道了 我一個看我就知道 美國你說什麼 美國說 你如果台灣人這麼年來找 我美國跟日本天皇建政 現在要解決台灣的問題 要找什麼人 找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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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高的 你們有花6千塊 你只睡一睡一睡就算了 你們花了6千塊要是收貨吧 現在要解決要找什麼人 日本天皇這樣得到100分 我想說你說日本 不是日本 是日本天皇 他才有管理 現在問題 就是 建政以後 日本天皇去同盟國 嘴去打三郎八十大條 為什麼打三郎八十 他的憲法給他收貨 大日本帝國的憲法去給他收貨 是什麼 1947年5月27日收貨 公佈 國選下去 他叫二年四月二八 古金山和平條的第一條的米 他規定說 日本天皇 將國衆做一個國家的事情 交由人民所造成的日本政府 當然是日本政府是領域修上 教學的首相 對啦 日本統領現在不能說話 所以我們就頭部聽了 因為憲主席為止 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在沖縄 在台灣 要再是市啊 在南海有是市啊 在北方速度有是市啊 只有在那個市的島 憲主席是已經 要給新的日本政府 聽清楚呢 新的日本政府啊 所以我們台灣人 有人去跟 也是怎麼這麼好啊 跟日本政府交啊 說欸 我那時候是日本的國籍 我的日本國籍不走 你也要向我 這個官司打到1985年的時候 日本的做一個法人傳訊說 抱歉 我們沒有辦法給你日本國籍 有的人說 沒有給日本國籍 日本的法律啊 違法 他也沒有違法 沒有 為什麼沒有違法 那個日本政府 和現在台灣人要要求 日本的國籍 那個政府是有一樣 還是不一樣 不一樣的 我們是向大日本 帝國 當然說帝國不會怕 因為我們的教友 說帝國好像很惡劣 所以大日本國的國籍 我們是要拿這個國籍 所以我跟各位說 你如果比較聰明 你媽什麼聽你就聽到 咦 這樣處理了 日本天皇 如果喜歡給我們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台灣有一個總督府 日本天皇有設一個總督府 總督府 總督府的官座 就是做官的官 官制啊 那個法律跟今天 搖滾一個 還在 還存在 這存在 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說 日本天皇 還可以任命 總督呢 那可以任命總督 現在那個新的日本政府 跟日本的官的切回去 我們這個新的總督 將來 日本天皇 如果受款 讓我們台灣這個總督 這個總督 就躲回去 可以去關什麼 關日本政府 憲主席的日本政府 你聽得到嗎 各位 這不是我法律 這是法律 法律就是這樣啊 為什麼美國你覺得說 他在幫你模糊 其實他不是幫你模糊 他是在等你們台灣人 他太清楚 說你什麼地位 現在喔 美國也開始跟那些阿嬤說 所以日本最近開始有人在發動 修改日本的憲法 他從第四條 日本本來是 他的領袖 他的 就是日本應該是 日本天皇應該是 這個 日本國家的 這個要做 應該叫什麼 實質上的領袖 但是因為新日本的憲法 他改成說 日本天皇是日本的象征 象征就沒有實權 但是雖然是象征 日本哪算出來的 這個總 這個首相 要去把日本天皇 成帝國書 還由日本天皇 他承認 他一定要關日本的團 為什麼要這樣 世界土地都他的 好像不太清楚 你的土地 你交給別人去管 如果別人要管的時候 要得到你的允許 你做老闆一定要允許 可以 所以說起來 台灣的地位 這麼複雜的時候 我就要讓各位知道說 現在台灣人 要怎麼處理這些事情 現在這些事情 我先說到這裡 放在旁邊 我為一百九五年 這些事情 說給各位聽 1895年4月17號 4月17日 麻煩掉了 日本和大清帝國 建政 建立大清帝國 輸 輸這樣 要背 簽合約了 所以你看 全世界所有的條約 隆重是不平等的 沒有平等條約 平等條約就不用簽名了 你如果說我沒簽 可以嗎 不行 你如果沒簽 還繼續打 打開 消滅 所以你看這個法論 法論不是沒有人性 所以你看看 說到國際法 說到建政法 如果沒有提起說 萬國公法和主連法 如果那種的文章 等到垃圾桶 不說到主連法 不說到萬國公法 這種的文章 你便給你看 什麼叫做萬國公法 什麼叫做主連法 因為我會這樣說 是因為 我有時候看到我們的網頂 有的人在跟我們吐槽 我看一看 我看一看 我這個人 連從頭到尾 什麼叫萬國公法 都不知道 什麼叫做自然法 都不知道 甲比講 建政法裡面有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能掛念 這是怎麼來的 這是跟人一樣 人的裡面的內容 可以身材掛給你嗎 當然不可以啊 掛給你就死掉了 其實 全世界所有的法律 就是都從自然法 來演變出來 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因為這個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因為這個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衛藏時開始 1830 1840年 馬破崙一後 過去是建政啊 誰佔領 土地就是你的 這是你說 合併 併吞 我占領 這個所謂我併吞就變成我的 但是路邊在1830 1840 拿破崙一後 這個法律就變成說 你不能占領一後 就改變這個主權 不能將土地併吞 因為你要這樣 全世界一天都建政 所以你看 雖然美國金融 他跟外國說 通地全世界 沒有辦法 他不能通地全世界 因為有建政法 有這樣規定啊 所以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有人說 我只要簽了合約就可以 不好意思 不可以 你像馬關條約簽下去 遼東半島 掛給日本 天皇 路要怎麼辦 日本天皇 拖出來 又定一個遼南條約 將遼東半島 奉天 拖出來 這是怎麼樣 因為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能分割 就是像百度裡面的內容 我的心中 我總要掛給你 帕書總要掛給你 如果掛給你就死了 這個國家就死了 所以 有很多人在讀法論 沒有在用腦筋 所以我經常在說 讀理工的 去讀法論 跟文科的來讀法論 是截然不同 所以台灣人很多人都沒有 沒有邏輯的概念 這是很可怕 我來講這個台灣 日本天皇 拔到台灣這塊 原來的拓殖地 他後 你就知道 為什麼說他拓殖地 因為台灣在那個時候 你看清條的地圖 台灣好像是渡邊而已 只有左邊 六地的地方 是清條能夠管的土地 但是架邊 這個洗冬花 這是原住民的土地 原住民的土地 他和原住民 通常都做一次 把他掛給日本天皇去 不怪原住民 低空啊 我們去打獵的地方 你如果把他掛給日本人去 所以他跟日本人對抗 對抗的結果 怎樣 就建政 建政了 原住民就去輸 但是原住民 雖然說輸 但是原住民 他的精神也好 他有表現說 他本身的器械 這不 原住民 在全世界 都很有名 因為原住民 鑼北 在政治家 世界之前 非常的勇敢 你有看那個 那個叫做 塞德克巴萊 你有看嗎 有的走去看看 有去看那個電影 都沒有去看 你沒看 這部有夠好看 你怎麼看 好可惜喔 塞德克巴萊 這部電影 你如果沒看 你會後悔 怎麼說呢 我如果看 因為我看一本車 一本的政策下來 他在台灣做一本警察 做警察的時候 他晚上出來放手 放手的時候 他都會摸他的脖子 摸這個頭 又有跌了嗎 原住民 摸一個 動作很快 頭就落下了 原住民 聽不懂 在這個檔案 戰爭的時候 扭轉了 這個 日本的勢力 所以 日本人 對這個原住民 到今天為止 他又一樣 非常尊敬 因為 我們去年12月2日 去日本的時候 你看 那些 很多日本人 對這個原住民 都非常静重 我們今年 12月2日 要發動200人 去日本 要去把政國神社 之後買到日本天皇 職修 要再一次給他 會比較大的 說我同意台灣主地 這樣嗎 好 你沒有這一次 做誰都還不可以 說笑 來 1945年 第二次世界大前 四月 四月 十二月 十二月七七 日本發動 珍珠港 騎士 我沒有說偷襲 我說騎士 奇怪的騎 就是 湖南之間 去他空襲 因為 當然 這有歷史的故事 啊 日本人 因為我們聽說 日本人 他很注重國際法 他一切都叫國際法 所以十二月七八 美國國會選前 聽清楚啊 我沒有說美國總統啊 美國國會選前 因為美國國會 才有宣戰的權利 每一個國家都不一樣 是美國國會才有權利宣戰 十二月七到 林生代表中華民國選前 但是他的選前 我在那個 戰爭始末有分的國民 你們要去看 那一分一定要看 因為這分啊 可以彻底 打破國民黨 跟我們搞的錯誤的教育 因為 中華民國選前 沒有講時間點 人家在選前 就要這樣說 我某年某月某日某時 開始 對日本建政開始 那種就是宣戰 美國 那個布希總統在宣戰的時候 也是一樣 他在那個 別宮 他也說 某年某月某日某時 就是三天後 你如果海山你不離開伊拉克 我要幫你打我選擇 結束也是一樣 某年某月某日某時 停止建政 停止風炸 就停止建政 所以 建政是有嚴格規定 當時開始 當時結束 清清楚楚 因為中華民國對日本的選前 不合乎國際法 所以日本沒有回應 沒有回應 就打糊塗仗 所以黑白打 所以 有的人就說 你怎麼做 日本 中華民國 那當時 六月 建政結束的時候 這個 就這段和平條約 想中華民國沒有去簽 我你們在哪裡 你知道嗎 他都沒有選擇 要簽什麼 他沒有宣戰 為他真的沒有選擇 包括蘇聯 蘇聯 在這個八月七八選擇 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七 要繼續把他選擇 也是正正事實要選擇 才有算選擇 但是因為 中華民國 在法理上來說 他沒有宣戰 所以就既然和平條約 不叫他簽任何的字 其實這是合理的 但是後來美國是怎麼 又強迫日本 要含這個 中華台北 來簽這個 這個東西 因為 中華台北 當時 革新委員 有一次 他在公開演講的時候 對日抗戰 站在馬上有嗎 在軍部 對日抗戰 照著你來說 他沒有權利 因為那時候中國 是分成三個中國 南京一個中國 東京一個中國 北方一個中國 哪一個 哪一個講的才算 哪一個講的都不算 他就不叫 國際的法例 所以日本政府 日本天皇拿到台灣 他要怎麼處理 他拿到台灣開始 他最初是從台灣動作殖民地 這個殖民地 他當時開始改變 我問你 北海道 是不是日本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是不是 是的去拿手 是的 沒有不對 現在是沒有不對 但是以前是嗎 不是是什麼 殖民地 這個殖民地 要怎麼變成它的領土 殖民地 要怎麼變成領土 國際法有規定 怎麼規定你知道嗎 你第一 你這個統治的人 要他實施 若真是日本天皇 他要實施 黃民化 就是說 讓這個土地 這些所有的人 開始賀日本為 風修 日本的風修 各方面都要叫日本 原來這個政府 這個國家 他就是去做 先讓黃民化 黃民化 以後 到底怎麼 是日本天皇的憲法 民地憲法 在那個土地 是死亡 這個土地 才會來變成 日本的 正是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對台灣人 有這樣嗎 有 1937年4月1號 宣佈 台灣實施黃民化 讓你開始 改造日本名 所以 日本的風修 我看 在座各位老婆 老母 甚至阿公阿嬤 他們都有經過一段 黃民化 一直到1945年 四月初一 日本的教書 日本憲法 在台灣實施 讓你參政權和參戰權 這樣 台灣這個土地 跟老百姓 完全變成日本的土地 日本的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是這樣來的 所以 但是 後面這段 國民黨 不該幫你 不該幫你 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知道 如果你知道 日本有 1945年4月 在台灣有實施 日本交互 日本的民地 你去看看 絕對沒有幫 不要說你們 含日本人 就沒有 很少數的人 好 如果說這樣 還有一個問題 台灣人都變成日本人 在那裡 叫做大日本國 大日本國 大日本國 所以台灣人的國節是什麼 什麼東西 大日本的國節 對不對 含現主席 日本政會 日本國的籍 國節 那麼不一樣 有嗎 沒有對不對 我問你 日本天皇的國節 是什麼 日本的國節 日本天皇的國節 是什麼 沒有國節 怎麼 有最多國的都知道 日本天皇 沒有國節 為什麼說沒有國節 你如果知道 最多國的 不可以說 沒有最多國的 你走開 你如果說 日本天皇沒有國節 你知道理由 我送你日本菜 日本天皇 沒有國節 這麼可以 你可以說 你可以說 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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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日本國節 怎麼沒有 不是啦 不是啦 那不是啦 你說 你如果這麼聰明 你如果嫁 你就不用討 你就知道了 沒有錯 你不可以聽過嗎 你就知道 好 這樣我 不好意思 趕快 很厲害 我也緊急 為母才發言 他比我厲害 阿伯的菜 要讓你笑 我不要笑 阿伯你來上課 沒有錯啦 沒有效忠對象 日本天人要效忠誰 你效忠的對象 就是你的國節 你聽到沒有 你效忠誰 你的國節 就是 就是那個 那個國節 阿伯天皇 沒有效忠的對象 當然 日本的天皇 沒有國節 阿伯天皇 沒有國節 阿伯天皇沒有國節 阿伯天皇 英國的魯王 有國節嗎 沒有國節 阿伯天皇的子女 有國節嗎 他的老生啦 他的女兒 有國節嗎 當然沒有 阿伯天皇 我講齁 無國節到無國節 生的孩子是啥 無國節嘛 那如果 有國節到無國節 生的孩子是啥 有國節 阿伯天皇 所以你就聽我了 所以那這樣反應 哦 阿伯天皇 我的孩子是一家裡的人 越南人 這是一個人 這不是嫁喔 我如果带中国母 我的孩子是什么人 中国前 你知道吗 这是国际法的规定 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来 哎啦 我阿姨嫁给中国人 我什么人去带中国人 这样要怎么 是不是 然后变成中国人 不用烦恼 我们有写一个台湾公民权利法案 有本给你们 给你们看 我们现时在打拼是这点 六年 就可以让他们变成台湾人 上台的公民权利法案下来的时候 给美国看 美国把我们带回来 他怎么说 她说 阿姨你去哪里 如果这样 中华美国 你说流亡政府 他就听到就地合华 哦 我们错啦 所以我们就要经过一个固定的 那个时间以后 才能来变成 固定的时间以后才能来变成台湾的 满皮国籍 大日本国籍 所以台湾刚才逼拼拼整部 法独立 有独立 我跟你说 绝对没有独立 要独立 那是日本天皇温存的 我的土地 你要独立 像你一样睡房 没有独立 没有独立 老闆的同意说 我要独立 这间房子变我的 那不行 不可能 不可能 台湾我独立 不可能 所以 所以 其实 一既香港人 在这个签 古今朝和平 的以前 聯合国就跟你说了 第五点跟你说 他就是要给台湾主地 為什麼没有台湾主地 因为 看一看 台湾既然 不可能是变成日本 那中国是绝对不用说 中国是绝对不用说 所以我队里面 在这个蚂蚂蚂就说 哇 这个人母母 人子姓 因为共产党 给他钱 所以才会发 说什么台湾 没有独立的问题 共产党 给我钱 叫我来 写一班 来将台湾 和中国 跳起 共产党会这么说吗 会吗 会不会这么说 你想想 你想就知道 共产党不会这么说 其实我跟你说 中国那边 那个学者 大家都知道台湾的地位 我怎么知道 现在 网路 很看嘛 我看他们中国北京 一些学者下的 如果差不多10个 学者下 差不多8个 人家说真的 他说台湾 不是像我们中国的 台湾 他不敢说 他也是说 台湾不属于日本政府的 他说这没有错 台湾是学生的 日本天狼的 所以都就是 日本天狼的 怕怕孙孙 台湾跟美国的关系是什么 美国是尖狼的关系 这个尖狼是什么 当然啦 我是说军事政府 其实军事政府 有的人都跟你吐槽 我没有看到美国军事政府 没有看到政府 你没看到美国的军事政府 你有看到总统吗 进行看就是说 看起来 征服者 这个征服者是什么 个人 个人是什么 总统啊 总统的军事政府 这是美国的 憲法里面规定的 有清楚吗 所以 日落 后星期的拜日 我们要订的布权 本来要把美国军事政府 我先改 跟美国总统 占了 对到那些征服人 紫友用征服人的方案 对不对 我如果向美国总统 你看看有没有 你看有没有 你看有没有 那些拜日的布权出来 你要跟他解释 人家说 怎样 怎样变成美国总统 占了 我又没看到美国总统来这 他不用来啊 你看每一次 流氓的中华民国总统 如果要求职 如果没有得到美国总统的贺电 你没有办法做就职 为什么 你说到这里 你想想 马英九 是流氓的中华民国总统 他是代替 什么人 美国总统 占了台湾 对不对 同理可证 陈水扁也是代理美国总统 占领台湾 所以陈水扁去顾美国总统对不对 完全正确 这台湾 不要看 记者过得不好 看不见 有时候天台很孤独 我跟你说我 你们都不要回应 我也很孤独 很无奈 各位 我可以跟你说 我今天在这里 台湾 台湾 5年以后 台湾人才会说 我来他在说什么 我没有骗他 但你今天都听有 你们听有没有 有 不敢说 没主信 听有没有 有 应该要听有 没主信 没主信 下午 如果上午 到时候再来听 多听多了 你听有 那本搜要看 有那本搜 你牙齿有没有看 有牙齿有没有看 牙齿有没有看 牙齿有没有看 听那边 我也觉得很潜在 上午都不用做比例 都不用找比例来比例 只要听那些去面固 听有没有 听有 那又跟你问你 又听不懂 现在听有 都听了 现在出了 又听不懂 各位 台湾的地位 有告知 当然你设计论就好了 我们说 台湾 是像日本天皇 是由美国占領 美国总统占領 中华美国台帝 这是结论 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 跟你问你就毁起了 是怎么 是日本天皇 你现在要说吗 因为 马关条约 是挂赴日本天皇 古金山合并 第二条 是日本政府放棄管辖权 跟日本天皇无关 那不很简单 日本天皇今天要再拥有 台湾嘛 日本天皇到今天为止 拥有什么 琉球嘛 琉球 如果 古金山合并掉下来的时候 是交给美国 美国他 他救 七二年五月十五 贏赴日本政府 他那时候贏赴日本政府的时候 我们中国 中国很聪明 中国美国也很聪明 那时候 他说我们不承认 你还给日本政府 其实中国的学生 已经有跟外面说 你还给日本政府是不对的 应该还给谁 大日本政府 大日本帝国就对了 所以中国人 你不能看中国人 中国人 饭汤的很多没有不对 但是他们很少的精英 那也非常清楚 如果台湾是 台湾的大部分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大日本跟 日本 一样啊 就是说这两个都 在法理上 不一样 那个法理上 大日本帝国 跟憲主席的日本政府 是不一样 今天的日本国 不是以前的大日本国 因为战争的时候 同盟国说 要改变 要怎么改变 就是说 你不能再给军国主义复苏 所以 他们就决定说 日本 纯四个大党就好了 其他都不用 所以到六月 这个流球行 这个日本政府 这是什么 政治谈判 政敌的操纵 照度你来说 这个流球要行为 本天王 现在过来问下来 台湾 台湾要怎么 所以 现在美国头发疼 头发疼 我们所有的事情 我们台湾民政府都知道 你如果处理不对 我们就够够 所以 因为 我们出现 我们这个团体出现 以后 美国政府开始 对我们 这个台湾民政府 这个团体 百般注意 各位我跟你说 有人会说 美国这样 美国有白紫黑字吗 有没有 你看有没有 有没有 他才是白紫黑字 我们好生 我感到 我感到出一个白紫黑字 说他是我的好生 感到 他我的好生 就是我的好生 他出在外面说 我老板是人母母 要是我的好生 他敢有必要说 你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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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没有 創一个白紫黑字 要怎么来证明 这个人是我的好生 要怎么 很简单 他要讀 什么交纸 我交纸 他要去担 我交纸 他要吃东西 他要吃东西 我出钱 这可以算说 证明吗 可以吗 当然也不行 要怎样 減DNA 怕DNA 我们把它減出来 台湾就是日本天龙 就是 马冠教育 就今天和平条约 看起来 都交到日本天龙 日本天龙 在古今朝和平条约 日本天龙没有受处分 怕都没有东西 DNA就是这个 台湾就是DNA 日本天龙 你听得到吗 你听得到吗 感到白紫黑字 不用啊 这个地方就有DNA DNA很像明显 把你放在这里 让你看 美国也很处理 他见面跟你说的 台湾人听不懂 这个鲍儿 在2005年的 十月二五 他说什么 台湾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2004年 十月二五 他说的 他说台湾不是独立 不是独立的 整个台湾 并没有享有主权啊 美国对台湾的问题都跟他说 台湾不是什么 台湾 不是独立的国家 台湾没有主权 台湾不能加入联合国 台湾不可以公投 都说不不不不不 到今天没有讲一个是 台湾不是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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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 乱讲 台湾有军队啊 台湾有护照啊 台湾有钞票啊 所以台湾是独立的 老百人凶行 台湾 台湾 台湾并不享有主权 台湾有啊 有主权啊 台湾如果要说什么 就要说什么啊 有那个海关啊 控制什么人 那不是主权不是什么 各位 主权的定义 和这个独不独立的定义 不是这样 所以美国就是 他在政治操作乱 不是什么 不是什么 到今天说七百的不是 从来不讲一个是 啊我们现在叫做什么 就是被他说 我们是什么 现在已经不是他是什么 他现在也跟我们说 我们是什么 我们研究出来 我们整个的论述到今天为止 我给各位说 已经非常清楚 非常明显了 经过台湾的主要的这个论述 主权论述啊 在我们里面 已经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全世界没人敢说 我们讲的是错的 那你向全世界挑战啊 包括向美国挑战啊 台湾今天 所以问题就是说 我们这些台湾人合合起来 要来研究说 台湾以后免得走 这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所以第一点 台湾没有建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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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能剩一条路而已 自己关自己嘛 日本天皇追起来 我们先自己关自己 政府一天 琉球跟台湾联合起来 所以你看看 按照我们现在所讲的 北方四岛 Russhoi 联练 现在如果要抗 什么人能抗 台湾 台湾也抗 日本你可以抗嗎 抗不 抗到 苏联跟 说一句话就结束了 你没有权利 而且这个也不是你的 那日本人说 奇怪 这为什么不是我的 以前就我们的 就卡卡式是我们的 为什么你 professors不是我的 所有是 叫国序法来的 那是什麽 日本天皇的 日本天皇的 你日本政府在土 当然他不必出日本政府嘛 很简单嘛 我家隔壁 隔壁说我家有隔壁 我家的隔壁的家 他如果说他的家去洋检去或什麽 我要去替他土可以吗 不行 为什么不行 我都没有管理嘛 现在日本政府就对北方市 没有管理嘛 什麽人才有管理 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现在不能标示 所以日本皇后要拜託什麽人 唯一可以替他出什麽人 台湾嘛 所以我常在说 我唯一家隔壁说 有一天台湾的总理他去关到日本总理 我说没问题 你的头脑反应都慢半拍 我说你期待有掌声都没有掌声 这是真的假的 我给你保证绝对真的 现在日本政府 现在美国开始 美国很夭壽 美国现在我们越来越清楚 美国逼不得已 跟日本的一些政治跟他说 所以这些酒丸才会出来说 我要来买钓鱼台 我要买钓鱼台 他买钓鱼台有杜利吗 有啊 钓鱼台上的 日本天皇的 对啦台湾没有错啦 但是最早早那是天皇的啊 现在日本政府跟日本天皇无关的啊 所以那些日本人说 土耳鱼呢 你自己的国家 你买自己的土地 九丸是对的耶 十元是对的耶 他要买日本天皇的东西 但是日本天皇怎么说 日本天皇他还不知道 因为他没有跟日本天皇问 人家习近平就要问天皇 习近平1999年12月15号 跟日本天皇记民 跟日本天皇说 我们现在中国稍微有钱啦 不然我自己买去台湾啦 这真的不是假的耶 跟他记民20分钟就说这个了 日本天皇要跟他回答 不可能 我日本皇家 皇家从来没有卖土地给任何人 我的土地都定格在公内厅里面 所以九丸要买那个钓鱼台 有可能吗 不可能啦 但是虽然是不可能 日本土耳鱼还看不到呢 不可能啦 我就在等 他们总会来问我啦 因为现在 套家安倍 酒丸 他们一定会来问 问说 我们要来买钓鱼台可不可以 那时候我们再来跟他说 钓鱼台 如果要买可以吗 日本天皇 他不可能买 但是是不是买到日本政府 这是一个问题 日本政府你不要提名 你去台湾去问那些 辣椒 后来我们的设计就是 台湾跟琉球联合 来关日本政府 就是现在这个日本政府 当然日本政府 他现在也知道 他现在开始收现犯 他要收第四条 要收到 就是 日本的头 变成日本天皇 如果变成日本天皇 我们的头是什么 日本天皇 那两个头都是什么 都当天皇 那时候就处理了 那时候大日本 帝国就完成了 那时候 那时候 南海 南海现在在政务 我跟美国说 你都不要问什么人 南海是我们台湾的 后来要开发南海 问台湾民政府 所以 我们现在阿原 我们台北州的酒店 他本来是 树林地甘室的检查官 现在带来做 律师 做台北州的酒店 现在 研究了 他听我说 哇 有好康的来 说什么好康的 他说 有一个人 原来是我们的学员 在中华民国的国使馆里面 历史博物馆里面做什么什么人 他看到一个文件 说美国有一个酒油的公司 去跟中国策略 说要开发南海 我看得到 南海谁的 台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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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 所以 他如果要去看 我们 城区 美国的公司 架架一个 纯正信函 在美国没有纯正信函 架架 架一个 律师函 我跟你说 这个律师 如果架在自己 美国那间 他们很大间的酒油公司 你拿到那边 你如果要去开发 来和我签才对 你如果和我签 我会拼什么人 美国嘛 因为中国跟他签 中国说他要派兵 要把他保护 我笑话 根本就不是资格 你都没资格了 所以 开始我们进行 那些案 如果进行那些案 也很趣 我常说 来 什么人要去签 你这个国家 让你百分之十 让日本 天皇百分之十 让美国派兵 还让你百分之十 百分之六十七都我们 怎么没钱 用头脑就有钱 不用拼那些 都没效 你用头脑 用法律 我们台湾就会走 所以我们台湾 后面要做的是什么 要背拥 法律 国际法的人材 这才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所以我们这些 在台湾的这个 租路 鼓励 可以去签 国际法 签政策 因为台湾的问题 将来一定是签政法 来解决 现在世界的武器 这么进步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 有武器 但是你听得清楚 我们今天的台湾 是要跟美国的 民主政府 我们台湾的政府 台湾民政府 虽然标明上说 我们不用买武器 但是我们叫美国 下去 美国一定跟你说 老兄啊 我们这么多美国人 你也要负担一点吧 啊 怎么负担 我跟你说 我们那时候很有钱 所以我们的钱 要做什么 我们虽然说 不用买武器来说 但是我们要 我们要发电武器 现在F-35 最新的战斗机嘛 对不对 我们后面发电 F-45的 开机在这个武器的上面 所有的军队上 都来拜托我们 因为我们有钱 我们有钱 提供给那些军队上 去发电武器 这样全世界 都要给你武器 台湾变成都不武器 这样可以吗 可以吗 头脑小便 不然你有钱要做什么 我们要做行李啊 要做什么行李 什么行李 贪多少钱 贪多少钱 军队嘛 大家都知道军队 但是过去 我们没机会做军队 我们来联络所有的军队上 来来来来 你买发电 有毛钱 我们来发电 滚火 来叫美国去买 这样好吗 好 美国来做工啦 过去都叫我们去做工啦 我们去做 扶兵役 我们去做工 现在阿爸要改 外面要改 美国人去做兵 我们提供什么 钱 我们的机会就来 由酒油来 所以 我们的这个 南海的这个岸 开始在军 那如果军了好 我看我国家会贏 那不贏 国家法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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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法啊 公法就好 那跟那个时候 日本人变成这个香 他就过来了 台湾是我们的 我不好意思 日本是我们的 不是他的 台湾不是日本的 是日本是台湾的 你要搞清楚 是不是这样 对 你听得懂 日本是台湾的 因为台湾的 扣兰是什么 日本天皇 我说的都没问题 我都照法利啊 我一点点的法利 都没歪曲 如果有 我再来跟那边 可以来跟那边啊 日本的民族的 憲法教书 在全日本人的所在 我有说过 从北方四岛 那四个岛 琉球 还有这个台湾 跟那个南海 建政以后 这四个岛 去让美国打开 因为波子弹宣言 说日本建了 这个国家 要把它变成四个岛 所以这四个岛 是像日本的 这个大日本帝国 把它变成日本政府 日本的这个国家 所以这个日本的国家 和大日本帝国 是不一样的呢 所以各位啊 我们在讨四个岛 要讨四个岛 不是讨四个 我说的 不是我黑白说的 所有这些东西 所有美国 这个国务院 国防部 这个地区和我说 听着听着都说 你讲对了 就是这样啊 所以台湾 还在睡觉嘛 还在睡觉嘛 甚至台湾人说 我是中国人 我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 看的要求吗 所以你看中国 现在对台湾人 有办法吗 我自己也没有办法 不要说 不要说看你啦 厌悔 台湾跟中国也无关 台湾人是很奇怪 自己是人亲 半路人老爹 黑白人啊 真的 我不是你说 黑白人是日本天皇 我有法理 DNA我给它研了 因为日本天皇 没国际 对不对 那我们什么 我们也没国际 美国碰过来 两个都没国际 白小孩 我不是在开玩笑 我说实在 真的白小孩 这是DNA 你不能说 我们一个没国际 先一个有国际 中国人出来吧 对不对 日本天皇 既然是没国际 我们也没国际 诶 这就有关系了 港国的嘛 所以日本人 阿伯爷我看日本人 我跟日本人笑 看着我 你先拜才来说 又是怎样 我说日本天皇 有国际 和日本人没国际 他就搞不清楚 我说你这日本人 和日本天皇 没国际 你都不知道 阿伯爷你回去问 阿伯爷你回去问 阿伯爷第二次拜来说 阿伯爷呢 没国际 我说你知道我什么 阿伯爷你不是日本人 你说的 我说我没国际 我是没国际 阿没国际 所以日本人天皇 和我港国 阿伯爷 我两个港国 所以你拜日本天皇 就要拜我 我说的有利吗 有 我说的这些都是法利 这个法利 在全世界什么地方都拿出来 都不败的 有一个哲理 今天 我们台湾 你看看 由1975年的8月15日 日本导航 所以一直到1975年的10月25日 中华民国在中山東接受 应该是叫做日本 中华民国的政界教 他派这个什么人 丹宜 在中山東接受日本的导航 这个丹宜的身份是什么 同盟国的代表 所以同盟国代表 同盟国代表什么 四个国家 你看 这张图很要紧 这张图你看 1975年的10月25日 这个图你看 你要看 可以出来 它的重点在那里 过去你看这张图 你看不 今天你看这张图 最多的口 你都要知道 你看看这张图 这有的丹宝 你有看到吗 这也是一个丹宝 上面是什么枝 什么枝 奇怪 像日本导航 挂美国旗 有看到吗 你有看到吗 你有看到吗 杜宝那间 有没有 这张也是同样 这张和这张都一模一样 以下中国 建区 台湾 那些都是美国旗 这些都是美国旗 这些都是美国旗 这是因为没有采成 采成你就看到 两个美国旗 各在另外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过去你怎么 主意说有美国旗 你没有 你看你做台湾 你看你多出心就好 其实我也同样 是美国就要讲 你自己去看那张图 我美国已经老早说 这是我们的尖命地 真的就对 不要说这两张 在路边 在这个2000年 2000几年的时候 有一次也有那个堂 那个堂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那里有 那个 2000年 几年 一张堂 投降 几周年 那时候 同样 美国旗在上面 为什么有美国旗 军事政府 真正中 问题在这里 台湾都不知道 他这个跟你说 中国建区 台湾这个土地 跟中国建区 你中国人 和一只飞机 和一个人 打到台湾就没有 他说中国建区 台湾这个所在 是什么建区 太平洋战区 从一天开始 真的被国民党站起来 他自己说 我贬你 这个土地我会 跟你说是 并吞 中国并吞台湾 六月 在 旧金山河边 台湾这个土地 跟中国民国 没有 因为 在法理上来说 第一 中国民国没有宣战 因为宣战的问题 我里面都有 我现在让人 战争始末 你看他 他那时候 对日本宣战 没有讲日期 没有讲地点 那你说八年 我问你 他如果教育 说他在 1941年的 12月9号宣战 1945年的 8月15号投降 我问你 几年 三年 几个月而已 八个月而已 有百年吗 没有 所以你看 那天我去问 那时候是 台湾给什么人 封战 你现在知道美国 但是 头一天在最后 日本封战 也有人去唱 不是你的错 很多 外面很多 家庭 台湾 台部 南部 宣战的 这也有 都说什么 日本封战台湾 国民党的教育 很成功 真的 你说是怎么会封战 为什么 八年抗战 日本是在封战 中国 中国和封战 日本的机会 都没有 打 打到重庆 要消灭 那他给你说 他贱了 他看你 疲了 所以我们的教育 让国民党 已经去 给他 洗得 迷迷迷迷迷 已经不成形了 所以 自己的 要有人说 中华民国 这样就好 你要做什么 你如果这样台湾 会害死台湾人 没错 会害死台湾人 对不对 后一次 把他变成 把他记起来 他如果说一次 中华民国 记一次 说一次 打一次 看你如何说 欠差公共 有人说 现在就好啊 政府就好啊 你要做什么政府 今天政府是中国人的政府 像美国跟我们说的 你中国人的政府 你台湾人从来没有过年自己的政府啊 你自己没有政府啊 你自己没有政府啊 自己不知道啊 过去叫做兵是对的 做兵怎么会对的 选择不可以 宜专主帆不可以 叫我们去做兵嘛 那一定的嘛 那不是 现在 美国如果 政府选择的时候 美国人 好比说 美国 来台湾的时候 叫他来 基地给他用 当然这个基地用 要付我们钱 现在因为中方要用我们的基地 都不用开支 他给你发誓 你要爱国啊 爱哪一个国啊 我没必要爱中华民国啊 中华民国不是我的国家啊 我在爱中华民国 没错 所以中华民国不是我们的国家 现在美国来到台湾的时候 美国也同样 要买武器啊 你总不能说 军人来乘为兵都不用拿武器 所以 其实军火区啊 不用烦恼啦 我们虽然 没买武器 什么人会去买 美国国防部会买啦 不然买更多啦 买更多的啦 那买更多的啦 那就好了 也不是 那我们要做什么 那我们要开始买做老闆啦 男孩 我来出租 你买买 可以买买买 一买买买多少钱 还是用抽的 每十堂里面 买的人给你一堂 美国你加保佛给你一堂 日本天皇送你一堂 我们自己留七堂 那可以吗 那不买买吗 我告诉你 台湾有一天 火区才说 这么多钱要送什么 我好烦恼 烦恼说我们厚代都不用做工作 可以 不然大家都 现在社会我看到有烦恼 社会大家都很胖 一个一个都很胖 因为他们每天都去弹吉他 那不用做事情 政府给他们钱 一家出一年 美金一块 我听不对 没有了 一块 而且我说 凡是有夏威夷的血统 只要有1% 都是算夏威夷的人 真好坑 没关系他们 那六十堂 每天都弹吉他 那去海边 那日本女孩 都不用做工作 不怪大家都很胖 所以有一个天 我在这里预言 五十年后的台湾人 我都很胖 今天我没有跟你骗 不像现在都 叫国民党 北京都这么散 大家都面黄基瘦 其实台湾人 可以过好的生活 是自己去过好的生活 国公主党 一九十五年 八月十五年 八月十五年 日本天皇 不是日本皇 日本天皇 全保说道行 日后 在九月青日 簽投降书的时候 崇光夷是日本的外国部 崇光夷 他的心理是什么 两个 Empereor 皇帝 and government 从光学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 投降书 我不记得说投降书 这张就没错 就是这张 你有看 这个也做 这是几年 民国几年 他所谓的民国纪念 这几年 你有看 这个很清楚 美国国纪 你有看 这里 这里两支 这里这支 有吗 这里边还有这支 两支 这支跟那支 两支的美国国纪 这是经过过十年以后 因为他如果扮这个时期 他美国国纪一定要挂 为什么其他的国家的纪要挂 要挂美国国纪 所以有的人还没相信说 今天要够美国国政府占领中 这两支相比 给你看 为什么有 这是 应该是几年 这是几年的上 2000年的上 我也记得那是2000年的上 是怎样够美国国家 那你们听有没有 看我们台湾人去给口车的西国民董 骗到老江湖就好了 不要说他给我们骗了 美国也给我们骗了 我们都把他拿出来 一行一行都说得清楚 有清楚吗 是怎样 怎样有美国家 为什么 这栋不能够是低四度 中华民国那个栋灰 国灰有没有 部队都要拿掉了 要拿掉 他又不敢拿掉 跟你说 低四度 你看到贵了 低四度 你有看到 这个没跟你骗嘛 对吧 1945年的 这张好像是2000年的 这个中华民国 台湾姓 什么 瘦翔 瘦翔 不是哦 这个我记得有 这个部分是2000年的 那一支 同样都是2000年 我看中华民国籍 各位 来 想看看 看到这个 你看我们大家做的事情 包括我 华娘粗心就好了 最后就跟你说得很清楚 你们都不能想说 是怎样 美国的国籍住在上面 都不能想 现在知道 现在知道要怎么 你就要知道 所以我跟你们说 叫你不能去投票 你现在 总不去投票 他去投票 没有 没有 因为现在没有投票 我知道 你知道 你们都说好听 十九 好坑 如果拿到 就去投了 不要去投票 我先跟你说 好吗 好 我跟你说 如果我让一半以上的人 不要回票 美国就要一半 美国就要一半 我这样有嘴说到没完 大家都听一半 跟一月十四 票倒出来 真的输八十万票 啊 那些秘书长就像新鲜 美朴仙女 太慢了 中方美国的国会 在舰车都拿着条 在飞机都拿着条 在军钢都拿着条 汉光延时 用棒音乐 美国的军机 直接在乡山港楼 这么多事情 WTO 用独立关税领域 跟分离关税领域 用关税领域名字 加立 大家看没有呢 Chance台北 是中国流氓政府在台北 说中华台北 你看台湾人看六个年就好 台湾人是生活在 在矛盾里面 矛盾都没关系 我自己可以解释 这是厉害 这样啊 你可以说明明中华民国 这个要做十月 美国的这个中华民国 不能拿到军钢 他跟你说什么 吴敦义那个八十二 他说什么 十月份就要拿到免签证了 各位 我已经 我已经这个 我这个头 都流在我的头上 他为什么呢 我本来说 我说我讀给你 你都讀不到 一月十四月份 这个二月份 我就说了 绝对不通过 不通过 六月三月四月 不通过 现在十月份 你还听我跟你说 不通过 那你要拍手吗 为什么不通过 因为 中国人拿中华民国 去美国 这半年里 差一几千月 再来 你美国 自己说 中华民国 不是国家 你生人的 付责是什么意思 我说你如果生人 我就再跟你告 我跟你说 他说别告了 我还要给你 跟琉球 要给我们 付责 他说你如果告 你会贏 但是要再拖两三当 我想想 台北说 他给他滚 要把生人说别告 还是 稍等一下 你 你要怎么 要稍等还是要告 如果告 要告 要等两三当 如果稍等 要等两三五月 那要怎么 等的人拿手 你没牙齿是什么意思 手 好了 少数 服从多数 这是民主 我们稍等 等你两三五月 好吗 好 我跟你说 美国的全国务卿 这两天你说 我要让台湾人免签证 我看得很爽 但是他们那中华民 我看过 我们马上就免签证了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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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我们都很清楚 所以 以后要看报纸 他记得 台湾跟中华民国 这两个一定不自等于 台湾不等于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 所以 蔡英文 十多十一天说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 是台湾政府 黑白说 没几句话 他说对 我们要改做什么 中华民国不是台湾 台湾也不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 不是台湾政府 可以说台湾政府的是什么人 台湾民政府 所以 十个二日 后礼拜 后礼拜 礼拜 礼拜二 我们要开 我们这个部队 在台湾上面的七大部 台湾好像七行部队 不是 大部 自由 联合 东西 苹果 工商 经济 跟联合援报 我们统统要成功 好吗 好 你怎么去买 好 因为我知道现在大家都不买报道 我也不买 不然看望楼 你如果去买 要给你的朋友看 你说你们家你看 报道上这么大批 三十二次 不买了 其实 中华民国的 事情 我们说了很多 我们要说一些 我们的工作 我们现时 如果由此各位开始来算 我们上次近的一个活动 就是 二十 十八号 明天十八号 明天十八号 明天呢 我们要去玉里 有一个圆港 有一个圆港 在花园 玉里 有圆港 啊 过来呢 玉里的圆港以后呢 就是 二十三号 啊 礼拜 礼拜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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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的全国饭店 一点到五点 要开一个 中央内阁 扩大会议 你如果要去旁听的 要请座 要赶年苦待 你如果没有赶年苦待 我不要给你 我先跟你说 因为这是形象的问题 我们不要像以前的 中华民国民进党 同样 当然不是说 或是说吃本能就不好 我不是这样说 但是呢 我们不要让 台湾人民 新的气象 新的形象 你看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放军 要进到香港的时候 特地 服装遗容 都非常整齐 表示强大的 那些 那些军队 进到香港 中华民国部队 要来台湾线的时候 是去吃兵 穿到不得不齐 穿草鞋 沿途是破的 用拼搭 头上去搭 放那个碗锅 后面是搭野人 那些部队 要来占领台湾 到台湾 看到那些日本人 日本兵 还没撤退 站得滴滴滴滴 富裕都移动很多 去迎接 台湾人民看到 心都冷一半 夭壽 我说这些 穿到仗子漂亮的 建树 其实不是建树 是美国那两粒 元祖团 给日本天皇导航的 那些也 中国也导航 那些日本人 在台湾 这些台湾人 也是同样 跟奔土的日本人 一模一样 那些待遇 就不一样 那些待遇 那些待遇 都不一样 国会 都是中国的生长 不是那些中国人 来台湾 十八十五都生到这么多四个 竟然我们台湾人 在显著是中华美国 体制的野菜 都过 这么多的 极致的生亡 缺二爪的 缺本首的 都是台湾的老人 那些中国的老人 所谓的农民 那些难民 在台湾人 都吃香喝辣 一国的都要有免贵 看好他们的生亡 那些有房子 大 打边都有便宜 跟他 那台湾人 就 扣二爪 烧炭 打边 找不到北城 大家都没有看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台湾人 一定要坚持 我们台湾的立場 我们台湾的立場 是什么 叫国际法 所以我们三大坚持 第一 尊修国际法 我们下星期 拜日要订的保障 就是台湾民政府三大主张 三大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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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修国际法 万国公法 建政法 古今法和平条約 第二点 台湾民政府 不鼓励暴力 不鼓励武力 不鼓励武力 我们没有用武力 也没有用博力 因为我们要 所做的对象是什么 是美国 军事政府 将这个 管辖权 送给我们台湾人 这个军事政府的代表是什么 美国总统 所以美国总统如果没有做 我们就要鼓励 好吗 好 第三点 现主席 今天流氓政府 中华民国 所推动的 我们不合作 我们也不支持 我们支持是海星 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三大主张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继续坚持下去 要要要求美国政府 美国的总统要下令 美国的国务 要有所作为 devast 因为我们这个核 核得很好 核得害烈的缘子 不是核 这样就继续了 我们利用 这个核 这个cas 来在独协 美国国务员 照美国范园 来折行美国范园的传闻 它的传闻是什么 在美国的行政团 要照古金山和平 雕妖 来激励 来旅行 所有美国人 应该做的 人 所以美国说我要重返亚洲 其实他是要重返台湾 美国国风部在新加坡的香哥里拉饭店 基兴30个国家的国风部部长会开会 27个国家参加 当然了中国不去参加 派他一个战争学院的副院长去 虽然是这样来说 美国当中选择 我美国从今天开始 百分之六十的部队 百分之六十的军队 买来到南海 买来到亚洲 这个亚洲是什么所在 克拉克基地 还有台湾 过去他没说 现在不能让他没说 他没说 我是觉得说 我们上去做球给美国 你没听到吗 我们做那个球 格格 做这个球给美国 美国现在要打 我们希望他打一个给我们 全力打 这全力就是什么 台湾要恢复正常的地位 台湾的正常地位是什么 日本天皇主持下的大日本帝国 这个大日本帝国当然我们没有 所以我们要来主题 我们要自治 所以我们的主题 我们就要跟美国说 我们台湾人希望 到日本到琉球 变成 Commonwealth 邦连 我们也是一个国家 但是我们这个国家 是在日本天皇 标明上的日本天皇 下一个联合 跟英国 大英国是同样的 那跟那一天 我们台湾可以过一个幸福快乐的日子 绝对看得到 我们今天呢 这个要做初期班 等下我们总理给我们 节训以后 要选一项上 当然我在这个地方给大家预告 高级班 因为我们现在州的政府 跟参议院参议会里面 有些人因为我们 那个要做 要收集高级班的困难 才能直接任命在那个 那个要做内阁 跟州内阁 或是参议院参议长 或是参议会里面 所以如果有看到网上 有这个要做高级班训练的时候 要记得 你要跟你的州内联络 希望说 在座各位 都可以来参加高级班 同时呢 七月二七 到二八这两天 黑熊演习班要开始 过去有报名 都要再重心报名 报一次 二七到二八 二七的会报是 两点报到 到二八 同样 到二十八 到二十八 所以呢 这个 如果有少年 要四十五岁 一号 我们有整天四十五岁以下 当然 你如果说我四十五岁 可以要怎样 要怎样 我是没办法 不过呢 四十五岁以上的 可以应征 黑熊演习班的领导 做联统 做联统 这样好不好 一声说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谢谢